全台防疫警戒降为二级 教育部拍板高中以下及优文员 从9月1号开始实体开学 并公布包含了防疫整备工作 服务及入校的条件 以及个人卫生防疫等九大指引 要求教职员应该要接种疫苗 全校都需要佩戴口罩 以及家长访客不能进入校园 相关的防疫指引 在开学后每两周会做滚动式修正 长达三个半月的暑假即将结束 随着台湾疫情趋缓 教育部正式宣布 高中以下学校及幼儿园 9月1日实体开学 另外也公布私生入校条件 品课标准 上课规范等防疫指引 家长跟访客原则是不能够入校或入这个幼儿园 全程要佩戴口罩 那因为上课希望能够固定座位 固定成员 而且要落实点名 相关指引包括教职员工及工作人员 需打完第一剂疫苗前满14天 未接种或未满14天 到校服务前应提供三日内快筛或PCR阴性证明 之后每七天都必须进行快筛或PCR检测 统计到8月12号 有关我们高中以下学校和幼儿园的教育 教育人员的施打以高达90% 部分老师没有施打 我们会提供 我们会补助给学校经费 来由学校来提供给老师进行快筛 教育部已经补助3亿多元 为全台学校添购用餐隔板 快筛试剂 备用口罩及消毒酒精等物资 强调各县市政府必须遵守指引 或订出更严格防疫规范 可是疫情变化做预防性停课 以保护校园实生健康 记者游祥廷台北采访报道 南港玉城里长黄冲志 本身也是私职会的成员 由300A1区拨款 购买了糖尿病医疗巡回车 消防警备车 以及偏乡的接驳车 分别要捐赠给台北 彰化 嘉义 以及高雄 而里长更安排了李明 进行了血糖 以及糖化血色素的检测 而这也是宣布降级以来 里内首次举办的小型活动 一辆辆的糖尿病医疗巡回车 消防警备车 以及偏乡接驳车排在一起 场面相当的壮观 由南港区域城里长黄冲志规划 国际师子会拨款 分别捐赠车辆给台北 彰化 嘉义 高雄 四个县市的单位 因为我觉得年长的人很重要 如果是出门年纪大了 出门没有车子很辛苦 就是最实际的一个 跟最缺失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就有准备 疫情期间 国际师子会300A1区 依旧不改初衷 希望借由他们车辆的捐赠 让更多单位能够获得帮助 持续协助民众补足医疗行为 我们国际师子会 本来就是专注在社区的服务 也希望能找出一些民众 不知道自己已经是 恶型的糖尿病的民众 同样是私有的育成里长黄冲志 除了规划这次的捐赠仪式 也邀请南港健康中心 中校医院协助长者测量血糖 以及糖化血色素 这也是近期第一场大型的户外里面活动 防疫措施也相当的完善 希望疫情尽快退散 还给大家安心的生活 记得长的话 参谱报道 之前卢弊台风引进西南气流 带来强降雨 造成中南部严重水患 菜价也跟着飙涨 对此立法院民众党团建议 农委会应该要妥善的运用大数据分析 透过专业的风险评估后 调配农产供需系统 避免市场价格因为天灾波动剧烈 影响到民众生活 看着一颗颗在强降雨过后吸水太多 爆裂落火的水梨 被丢入泥沟当作堆肥 让农民跟立委看得好心痛 除了极端气候带来的农业损失 在上周卢弊风灾开始之前 菜价就已经先涨了20% 高丽菜一颗甚至来到300块大关 农业天然灾害就是办法 可是这个办法到底修了几次 有没有依据刚刚讲的极端气候下 未来20年30年的要求 这个发展的限制下做处理 为了平稳菜价 农委会已经在2018年开始建制冷链体系 政府也拟定了4年85亿元的冷链补助计划 不过一碰上中南部豪雨灾情 农损严重 政府似乎还没有准备好 被害面积有8551公顷 损害程度达21% 其实尤其像是这个嘉义 它是这个受灾的最重创伤需 它就有1亿2500多万的损失 那再来的话就是高雄市 天气能够持续的稳定 我们预估在8月下旬之前 就8月底之前 应该是可以把整个菜价 做一个很适当的稳定 有些相关的一些滚仓的冷藏式的一个 叶菜类的一个 但是主要是都是以根筋类 因为叶菜类其实不耐放 那所以我们出来会以根筋类 三个多月前 台湾才刚度过56年来最大的旱灾 但没多久就面临了强振雨的肆虐 立委提醒政府 应该要重新审视 并精进各项防灾措施 面临天灾也要有完整计划 防止生产过剩 也避免农产价格剧烈浮动 记者顾参永 台北采访报道 由不肖防众业者利用客户资料 开发不法个资查询系统 转售给同业来牟利 刑事局经过好几个月的收证 锁定温信和灵信主嫌 两个人以8000到5万元不等的价格 卖给其他防众 泄露一亿多比的污主个资 最后一共逮捕64名嫌犯 依违反个资法 移送法办 警方缤纷多路 在双北市桃源市新竹市 以及基隆市的各家连锁防众业者 展开同步搜索 因为掌握防众业务员 使用不法个资查询系统 进行开发客户 及查询屋主电话 住址等资讯 巡线逮捕64名嫌犯 不法获利高达数百万元 刑事局追查发现 温信主席利用过去担任 防众期间收集到的客户资料 自行开发不法个资查询系统 随即转售给其他防众业务员牟利 为了躲避警方查契 嫌犯还会先确认对方身份 并约在数十店等公开场合 进行安装交易 远警经过数个月调查 一举逮捕主嫌在内 多名嫌犯盗案 供查契陈某等62人盗案 从此查扣电脑设备61套 手机65支等证物 各地警局出动近200名警力 查扣电脑手机等证物 嫌犯依违反各资法送办 最终将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病科罚金100万元 记得举声明台北报道 新闻最后来看近期有哪些精彩活动 也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